小猫懊恼地说 都不是 是挑选各种生物的优秀基因 在培养液里面直接制造出来的 真是的 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就遇到你这个变态 早知道就不理你了 唐龙灵光一闪 各种生物 有生化人吗 小猫瞪了唐龙一眼 有啊 不过还没有成形 我是第一个生产出来的生命 哦 可是你怎么会说话呢 一般来说小猫是不可能会说话的 你们的喉咙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啊 唐龙说着就去扳小猫的嘴 想看看小猫喉咙的结构 小猫用爪子推开唐龙的手 不耐烦地说道 放开了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话 反正我产生意识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会说你们人类的话了 说到这儿 小猫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一看就知道 它是在说谎 不过唐龙并没有揭穿它 而是继续听它说道 不过今天是我第一次和人类说话哦 那些研究员不管怎么逗我 我叫都不叫一声呢 小猫刚说到这儿 尾巴的毛突然一根根竖了起来 小猫立刻紧张地说道 快走 这附近有研究院的人 唐龙也不多说 直接把小猫放进自己的西装口袋 没办法 这只小猫实在是太小了 可以让它整只坐在手掌上 甚至还有地方空出来呢 接着 唐龙就按照小猫刚才指出的方向 飞快地跑了起来 在唐龙离开后没有多久 两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 就出现在这里 一个男子四处张望后 奇怪地说道 哪里有小猫 你的追踪器灵不灵啊 那个拿着一个仪器的男子 懊恼地拍了拍机器 嘀咕道 这个烂东西 怎么会时好时坏呢 这可是新货呀 算了 等这个机器恢复正常后 我们再去找吧 反正小猫是不可能离开这个星球的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好是好 就怕上头说我们不专心工作 第二个男子一边说 一边把仪器放进口袋 不专心工作 拜托 我们是研究员耶 现在我们已经委屈自己服从命令去抓猫了 上面还敢说我们不专心工作 真不知道上头是怎么搞的 一只小猫而已又何必如此劳实动众呢 第二个男子神秘兮兮兮地说 那可不是普通小猫啊 你在其他部门可能不知道 那只小猫出生的时候 五来的中央电脑整整当机了十秒钟 而研究院的网络则是大塞车呀 据事后调查 有大量的信息在这十秒钟内挤进了研究院的电脑内 奇怪的是研究院的电脑容量却没有减少 研究院查了好久才发现 那些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线路直接传到培养舱里了 而那时候出生的只有那只小猫 哦 你是说那只小猫接收了那庞大的信息 是的 现在那只小猫的脑子里 有着连中央电脑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资料 你要知道连中央电脑都不知道的资料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 只要能把小猫脑袋里的资料解读出来 那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啊 第一个男子想了一下后说道 哦 你说那个追踪仪器老实失灵会不会是那只小猫搞的鬼啊 嗯 不可能 小猫才出生没几天 现在只是个生物移动硬坛 它哪有那个本事干扰仪器啊 我说肯定是采购部的人贪污 采购了一些刺激品回来 哦 应该是这样 采购部的那些家伙 一个个肥的流油 不贪污才是怪事呢 说着 他抬头望望天 然后说道 天快黑了 我们先去填饱肚子再说 哦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走 香格里拉的餐厅某处 纳特正向 纳特正向坐在自己对面心情忧郁的心灵说道 心灵小姐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让人通知各处宇宙港和各家酒店了 只要唐龙到任何一家酒店或者任何一处宇宙港 马上就会有消息传回来的 听到纳特的话 心灵知道这样确实比较容易寻找到唐龙 同时想到 纳特陪着自己在市区跑了一天 自己怎么也不能愁着脸和他相对 也就恢复了笑容 向纳特说道 你这么帮忙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看到心灵笑了起来 纳特立刻乐道 我帮你是应该的 我们之间还需要什么感激吗 你尝尝这个 这是香格里拉最拿手的好菜 红焖鱼 这道菜的做法是 纳特一边加菜给心灵 一边开始炫耀起自己的知识来 而在香格里拉的大门口 唐龙正在嘀嘀咕咕地说道 好了好了 我会点红焖鱼给你的了 不要再啰嗦了 既然你想在香格里拉吃 就不要再说话 不然人家会把我们赶走的 什么 问我有没有钱买鱼 笑话 要我买下这家香格里拉 都不成问题 说着 唐龙就往楼上的餐厅走去 服务生在入口处拦住了这个 看起来有点怪的年轻人 礼貌地说道 先生 请问几位 一位 两位 两句话同时从唐龙那里传了出来 服务生看着这个客人 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西装口袋 不由得一乐 但还是带着笑容再次问道 先生 几位 唐龙伸出了一根手指 笑道 一位 要靠窗僻静的地方 服务生点点头说道 好的 请跟我来 带着唐龙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坐下后 服务生问道 先生 可以点菜了吗 需要什么呢 红门鱼 红酒 唐龙又拍了一下西装口袋 服务生瞄了他一眼 当作没有看见的问道 需要什么样的红酒呢 唐龙张开嘴巴 正想要说什么 但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 然后咧着牙说道 最好的 服务生假装没有看到唐龙的表情 继续问道 还需要些什么 唐龙又随便叫了几样菜 一碗客饭 便挥挥手 让服务生退下了 服务生走远后 唐龙立刻对口袋低吼道 你干嘛用爪子刺我 很疼啊 小猫探出个脑袋 委屈地说道 我要提醒你 我想喝酒嘛 说着就从口袋钻出来 唐龙连忙把他塞回去 并说道 等会再出来 菜还没上呢 和小猫嘀咕的唐龙 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身后不远处 就是星灵和奈特 由于座位之间被屏风挡住了 所以星灵也没有注意到 唐龙就在自己的附近泳餐呢 不一会儿 唐龙点的菜就上齐了 唐龙给了服务生 一张钞票后 说道 我不喜欢吃饭的时候 有人打扰 服务生连忙点头 好的 没有人会打扰您用餐的 说完 就移动一块屏风 把唐龙的座位 给挡了起来 现在唐龙的三面是屏风 一面则是万家灯火的夜景了 在服务生离开后 唐龙还没有说话 小猫就自己钻出来 跳到桌子上 他嗅了一下 那条比他身子还大的红门鱼 舔了舔舌头 说了一句 那我就不客气了 然后就用两只前爪 按住那条鱼 开始大快朵移了起来 而唐龙则一边欣赏着窗外的夜景 和小猫可爱的吃相 一边吃起了 有生以来 在武来国首都的第一顿饭 唐龙才吃了几口饭 小猫就抬起头 睁着可爱的眼睛说道 喵 大哥哥 麻烦你帮我倒酒 差点被噎住的唐龙 灌了一口冷水后 又喘了一口气才说道 呃 拜托 别叫我大哥哥 肉麻死了 说着就替小猫 倒了一杯酒 尾巴一甩一甩 看着唐龙倒酒的小猫 文言立刻问道 不叫你大哥哥 那叫你什么 我叫唐龙 对了 你这么小 怎么喝酒呢 唐龙看着那比小猫还高的酒杯 奇怪地问道 小猫没有说话 只是直立起身子 用两只前爪搭在酒杯眼上 然后探头舔着酒 在他喝了几口酒后 抬起头看着唐龙 唐龙 你是万罗联邦 那个立了军功 却反而被关起来 最后要靠盈盈帝国将领 开脱才免罪的唐龙吗 唐龙张开嘴巴 指着小黑猫吃惊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的 你不是才出生没几天吗 小猫那可爱的眼珠 一边滴溜溜地转着 一边用无辜的神情说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呀 就跟我一出生 就学会说话一样 我一听到你的名字 脑子里就冒出了这些资料啊 小猫说完后 发现唐龙正摸着下巴 对自己露出了一丝 邪恶诡异的微笑 立刻正惊为坐 两只前爪并拢在一起 低下了脑袋说 谢谢你的款待 然后转身就想逃跑 但是小猫仍然没有来得及 逃过唐龙的魔爪 它被唐龙捏住了脖子 整个身子就这样被吊在空中 小猫四肢缩起 可怜巴巴地看着唐龙说道 你要干什么 你请我吃鱼 是指鹿飞哟 我和你没有什么相欠的 你抓我干什么呢 放我走吧 求求你了 喵 说着还拼命地眨着眼睛 唐龙强行忍住了 因看到小猫可爱模样 而涌起的怜悯心 歪着头 咧着嘴说道 当然 我请你吃鱼 说好了是指炉费 不过啊 小猫咪 我可没说 要请你喝酒哦 你知道这瓶酒 要多少钱吗 看到小猫摇了摇头 唐龙的笑容更灿烂了 他拿起酒瓶 举到小猫的面前 说道 你认识字吧 你自己看看 这瓶酒 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一瓶要一百多万 就是一杯 也要好几万元呢 你几口就喝掉了几万元 你说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的 跟我说真话呢 小猫瞪着大眼睛 气愤的嚷道 哪有这么贵啊 这是宇宙历 三四一四年产的 最多值十万元 你真的以为 我不认识字啊 唐龙一愣 看着酒瓶的商标 再看看账单上的酒价 好一会儿 他才一拍桌子 恼怒的喊道 他妈的 这家是黑店啊 服务员 你给我过来解释 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的唐龙 气愤极了 不但被一个有钱的小姑娘 骗去几千块 还被一只小猫骗吃骗喝 现在连吃顿饭都给人骗 难道五来国是个骗子国家吗 想不开的唐龙 已经一脚把屏风给踢飞了 而小猫则连忙挣扎着 准备逃走 可惜被唐龙随手塞回了口袋 听到唐龙的喊叫和屏风倒地的声响 几个服务生和一个主管连忙跑了过来 那个主管向唐龙举了一功后 恭敬地问道 先生 您有什么不满 请尽管跟我说 不要打扰到其他客人 唐龙看到许多客人都在盯着自己看 也就放低了声音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居然把三四一四年产的酒 当成一百年的酒来卖 说着就把酒瓶和账单拿给了主管看 主管一看 冷汗就冒了出来 这两种酒不仔细辨认的话 很容易认错的 看来应该是拿酒的人搞错了 他立刻连声道歉 非常抱歉 实在是很抱歉 这两种酒 由于商标很接近 下面的人弄错了 我这就替您换来 为了表示歉意 您的酒钱就全免了 主管非常害怕 唐龙大声嚷嚷 因为这可是极度伤害餐厅声誉的事 不过幸好唐龙知道餐厅不是故意的 也就不去计较了 而看到唐龙没意见了 那个主管松了口气 一边后退 一边暗自咬牙 决定回去好好教训属下一番 才刚后退着走了几步 远处突然想起了一个女性惊喜的叫喊声 吓得他差点把那瓶三四一四年的酒摔在地上 怎么香格里拉的格调变得那么差了 居然连这种粗鲁的客人也接待 原本没有心情去注意这吵闹事件的心灵 在听到纳特的话时 有点好奇地抬眼望去 而这一望使他立刻站起来喊道 唐龙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263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64集 怎么香格里拉的格调变得那么差了 居然连这种粗鲁的客人也接待 原本没有心情去注意这吵闹事件的心灵 在听到纳特的话时 有点好奇地抬眼望去 而这一望使他立刻站起来喊道 唐龙 纳特一听心灵的话 立刻反射性地整理一容 然后才满脸笑容地起身回头望向唐龙那里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唐龙回头一看 一个戴着墨镜的美女正向自己这边跑过来呢 一开始他还不知道这个女的是谁 但是看到满脸笑容的纳特后 唐龙才惊讶地喊了一声 心灵 唐龙现在可是非常的吃惊 这个大哥星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呢 自己又没有和他见过面 他怎么会认出戴着墨镜的自己呢 在唐龙喊出心灵这名字时 在场的客人和服务生都把目光集中在向唐龙奔来的心灵身上 而纳特在听到这话后则皱了皱眉 那个唐龙竟然在大厅广众之下 喊出了自己姐姐的名字 难道他不知道这些人知道心灵在这里以后会来缠住他吗 虽然这样想着 但还是快步地跟在心灵身后满脸笑容地向着唐龙走来 就在心灵快要抱住唐龙的时候 轰得一声巨响 心灵身旁的玻璃窗突然炸开了 紧接着待在附近的两个客人突然猛地冲了过来 抱住了还没有从巨响中清醒过来的心灵 一下子跳出了窗户 从而引发了在场众人的惊叫声 唐龙没有惊叫 而是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然后猛地扑了上去 可惜他还是慢了一步 他在窗檐边的唐龙 发现心灵和那两个客人并没有直接掉落在地面 而是直接掉进了一艘黑色的飞船内 那艘黑色的飞船在接到人以后 立刻引擎全开 高速地飞离了 动作慢了好几拍 但同样看到心灵被飞船载走的纳特 目光痴呆地难难道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心灵就这样被人带走了 唐龙抓起纳特 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 喊道 笨蛋 心灵被绑架了 还不快通知警察 纳特这才反应过来 他顾不得脸上的疼痛 立刻掏出手机 吼叫起来 而那些客人也开始议论纷纷 不过 看这帮人的样子 很明显的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 留在这里的 餐厅大门被狠狠地撞开 文娜带着几个彪形大汉跑了进来 他四处张望着 立刻对着纳特吼道 小姐呢 当这几个人进来的时候 在唐龙口袋里挣扎个不停的小猫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安静了下来 纳特像看见救星一样地喊道 快 文娜小姐 心灵小姐被绑架了 什么 文娜立刻把目光放在身后几个大汉身上 大汉抓住一只耳朵 好像聆听了一下什么后 立刻焦虑地说道 没有小姐的信号 文娜不敢相信地喊道 怎么可能没有信号 就算在外太空也能收到小姐的信号啊 唐龙插嘴说道 你们小姐被抓进了一艘 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飞船中 恐怕那艘飞船有隔绝信号的功能 文娜文言回头看向了唐龙 这一看是他立刻喊道 唐龙先生 唐龙皱皱眉说道 你也认识我 现在不是打招呼的时候 还是快通知太空警署 去拦截那艘飞船吧 文娜也知道 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立刻对纳特说道 纳特先生 现在是看你本事的时候了 小姐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纳特知道文娜是埋怨自己 没有把保镖带在身边的事 因为保镖们全都去找 那个该死的唐龙了呀 想到这儿他就怨恨的看了唐龙一眼 他从唐龙并没有什么交集的神态 以及刚才完全是一个外人的立场 来对文娜说话等这些方面来看 断定唐龙根本就不是心灵的弟弟 当然他暂时把对唐龙的怨恨放在一边 现在确实是看自己本事 或者说是看自己那个总统儿子身份的时候了 文娜像站在一旁的唐龙说道 唐龙先生 能请您帮忙救回心灵小姐吗 我能帮上什么忙呢 唐龙看到那个纳特在拨打电话后 没多久就有大批地面警察和大量的太空巡警赶来 而且文娜身后的那几个大汉也给人一种非常厉害的感觉 在看到了这些之后 唐龙并不觉得自己能够帮上什么忙 文娜看到唐龙并没有一点焦急的神色 便靠过来低声吼道 星灵小姐就是你的电脑姐姐 电脑姐姐 唐龙奇怪了 电脑姐姐不是变成机器人 在中周星帮助自己管理事物吗 什么时候变成星灵了 星灵不是个人类吗 她是怎么成为电脑姐姐的 看到唐龙不相信的样子 文娜快气炸了 她咬牙切齿地吼道 二十三团训练营 五个机器人教官 列兵唐龙 唐龙整个人愣在那里 这个女人怎么会知道 二十三团训练营 和五个机器教官的事 唐龙愣了一下 说道 请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说着就用墨镜拨打了唐星的电话 这个电话还是唐星帮他输入的 要不然现在唐龙可就不知道 怎么联系唐星了 唐星的头像浮现了出来 他一见到唐龙就笑道 总算是由你先打电话给姐姐了 你的黑帮组建的怎么样了 家里这边一切安好 没有事的 唐龙并没有感觉到口袋里的小猫身子震动了一下 而是不等唐星把话说完 就急切地说道 老姐 星灵被绑架了 而且有人告诉我说 星灵是我的电脑姐姐 唐星立刻神色大变 星灵被绑架了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五来国首都星 那个星灵是 这次轮到唐龙 话没说完 就被打断了 唐星急切地说道 那个星灵也是你的电脑姐姐 我这就赶来 说完就切掉了通讯 唐龙先生 您在和谁通话 文娜神色不是很友好的问道 她心里想 星灵小姐这么焦急地找你 现在星灵小姐被人绑架了 你还有闲功夫和人打电话聊天 唐龙苦笑道 是我的电脑姐姐 她说她很快会赶来这里 而且她还说 星灵也是我的电脑姐姐 你还有一个电脑姐姐 文娜和那几个护卫 都吃惊地看着唐龙 唐龙摇摇头叹道 我也搞不懂 明明就只有一个电脑姐姐 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纳特跑过来 焦急地说道 你们在说什么 太空警署说 根本没发现 有黑色飞船离开太空 我要回去找人帮忙 说完 她向文娜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就带着人离开了 难道他们没有把小姐 带离这个星球 文娜有点渴望得到认同地 向唐龙问道 希望是这样 但是听说有些飞船 具有更换外壳颜色的功能呢 唐龙也不想打击文娜 但只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文娜神色焦虑地说 唐龙先生 你住在哪 我也要去找些人来帮忙才行啊 还没有决定要住哪 你留个联络号码给我 等我老姐来了 我联络你 唐龙虽然有点心急 但现在毫无头绪 只能等待唐星的到来 就看到时候 在唐星这个无所不能的 电脑姐姐帮助下 能不能找到星灵了 好的 这是我的名片 到时候联络我 文娜也不多说 掏出了一张卡片 递给唐龙 然后就带着护卫离开了 他准备发动 星海财团的人力物力 开始全力寻找星灵 由于餐厅遭到了破坏 以及警察的封场 唐龙只有带着小猫 离开了这个地方 当唐龙坐在公园的椅子上 无聊地看着星空时 口袋里的小猫探出头来 说道 需不需要我帮忙呢 唐龙一愣 把小猫从口袋里拎了出来 放在肩膀上问道 你能帮什么忙 小猫舔舔嘴唇 眯着眼睛笑道 哼 别小看我哟 你先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才帮你的忙 什么要求 让我跟在你身边 每天都要给我好鱼吃 好酒喝 答应我这个要求 我就帮你的忙 小猫说完 就瞪大了眼睛 用可爱的表情 看着唐龙 被小猫看得受不了的唐龙 立刻说道 哦 没问题 我答应你 听到唐龙答应了 小猫立刻兴奋地说 好 现在立刻带我去上网 上网 小猫看到唐龙一动 也不动 立刻在唐龙耳边叫道 对呀 快点听我的话 没错 好 去上网 唐龙虽然觉得奇怪 但还是去找网吧 毕竟这只能说话的猫 说不定真的有办法 找到星灵呢 唐龙很快地来到了网吧 要了一台仓式电脑 这种仓式电脑 不用使用虚拟头盔 只要坐进去就行了 仓门一关 小猫立刻从口袋中跳了出来 然后开始在键盘上跳来跳去 看到小猫这么熟悉键盘的按钮 唐龙原本想问他要怎么使用这台电脑 这时候话也说不出来了 小猫敲击了一阵后 屏幕显示进入了武来太空船登记资料署的内部页面 唐龙再次愣了一下 武来国的重要部门被一只猫随便地敲击了两下 就这样进去了 不知道是这只猫太厉害 还是武来国的中央电脑太差了 居然连一点防备措施都没有 小猫没有在意唐龙再思考些什么 依然在那里跳来跳去 不一会儿 当一系列的数据开始在屏幕上刷新的时候 小猫才回头解释说 这是从星灵被绑架到现在为止 离开这个星球所有飞船的资料 唐龙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些太空警署早就查过了 不然他们也不会说没有发现啊 我当然知道他们查过了 不过我现在找到的跟他们找到的不同 我这份资料可以显示 这些飞船是经过哪里离开的 你看 只要输入香格里拉那个区域的名字 就会出现结果了 小猫在敲击几下后 满屏的数据立刻只剩下十条了 这样都行 唐龙目瞪口呆地看着屏幕 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这样详细的查找功能呢 要知道一般星球只会登记飞船进出的记录 根本不会记录飞船离开星球前 经过了哪些城市 小黑猫得意的一扬头说道 那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 唐龙歪着脑袋看着小猫 因为他觉得这句话好熟啊 他怎么会说出自己常用的口头禅呢 小猫拍了一下唐龙的鼻子说道 好了 让我们开始一条一条来找吧 唐龙听到这话 立刻作证姿势 开始观看起那十条信息来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264集 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多 Kevin 不双传奇第265集 颜色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265集 磊前